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及专题报告能体现党全民全军的新时代前进的力量 明确国家的主张确保实施国家事业 促进祖国在归来古道十年的同步发展建设 国家主席国家总书记发布会议闭幕之词 建议要观测中央的议决 促进研究完善提纲和大会文件草案 转上今年年底第十一届中央会议进行审核 好好实施政治部的各级党部 大会举办工作的指导 走向党部第十三届大会 今年胡伯伯生成129年5月19日 圣各地方已举办许多有意义的活动 今年会上战鹏县位各级代表 一起回顾胡伯伯革命事业的人生 回顾并赞上胡伯伯一生的诡大思想 一生归人民解放革命贡献 欣赏胡伯伯的道德榜样 胡志明主席的人生和事业是一首雄歌 是爱国主义的好榜样 体现越南各代人民的共产 圆博革命道德的品质 胡志明主席已给后代人留下了非常宝贵的遗产 趁此机会先为常古轨远会终结第十二届政治部 古大指示 促进学习跟从胡志明的道德风格和思想 三年实施的结果 欣赏35个团体和23个个人 以优秀实施上述运动和省党部执行轨远会 第三十四结论 接下来请大家关注国际新闻 古月十八日澳大利亚总的玻璃森 保守党自由联盟获胜在该国大选中获得神奇的胜利 布里森肯定相信神奇之事 并把精致的胜利增给悄悄支持联盟政府的澳大利亚人 获得60%支持票 联盟政府很大可能性会持续受国家领导的实力 ABC电台表示 保守联盟在澳大利亚下议员151席中持74席 对抗共党持65席 不过到这周末最终结果得已公布前 未能确认联盟政府是否把握胜利 此前共党领导PRA认数 并宣布直辞联盟政府获胜是很惊讶的结果 因为大选前 所有考察结果都是联盟政府争取第三任期的权利时 会败在对抗共党 中国外交部表示 中国外长广义过月18日 已向美国国务卿蓬佩奥 表示美国近期的发言和行动损害了中国的利益 美国要冷静下来 于蓬佩奥通电话时 广义先生表示 美国不要再让美中两国贸易战胜关 中国随时通过谈判来缓解冲突 关于伊朗问题 广义称中国习惯有关各方要冷静寝身 避免紧张递增 在同一天 伊朗外长在义父肯定 虽然德黑兰不习惯发生任何冲突 但开关去与正发生战争 同来我们电视台华语新闻报道破范到这 谢谢各位的收看 再会